孩子们来看继续后面的题目 知识点二 试商法三颗心 那么刚才老师说了 如果除数不是一个整实整实的数 我们又应该怎么计算呢 跟老师看这道题目 例子 说室内培育了22种花 一共有154盆 说每种花的盆数是相同的 现在问你每种花各有多少盆 其实一看这个题就很明白 应该用什么法来计算 除法 除法对不对 接下来看 题目里面就是让我们求 把它平均分成22分 每分是多少 对不对 OK来列个算式 154除以22 但是孩子们 仔细来看这个算式 咱们会除吗 不会 刚才讲的除法 是不是都是除数是整实整实的呀 嗯 十啊 二十啊 三十 这么简单的 而且即使是这样除不了的 我们是不是知道它是约等于符号 或者是有余数的吧 嗯 这个题 好像不好解决 但是 老实说了 其实在数学里面都这样 当我们遇到一个新知识的时候 要怎么样呢 要学会变化 把它变成我们学过的知识 就可以了 所以孩子们来看 154除以22咱们不会除 但是你可以把22可以先看成多少呀 20 是吧 20呀 嗯 可以把22先看成20 那可以把154看成多少呢 150 是150 但是孩子们可以想想 150除以20能处得进吗 出不进 好像出不进 对不对 嗯 也约不了 所以咱们又可以把150变成 到160 对不对 嗯 它要不然就变成150 要不然就变成160 嗯 所以呀 我们可以怎么样 是伤 所以跟老师来看一下 它变160 它变20 那160除以20 这个会不会呢 会 是不是等于8 嗯 哎 160里面有8 所以孩子们来看一个这样的算式 这样的算式我们都会计算 那么它在出法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除的 因为除数是两位数 嗯 所以应该先看它的前两位 对不对 对 但16除以20除得了吗 除不了 除不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看它的三位了 嗯 除三位去除 好了孩子们 我们来看 如果被除数前两位比除数小 我们就应该看它的前三位 对吧 嗯 继续 计算的时候 可以将除数看成整十的数来试上 那我们可以猜测一下 有可能这道题大约就等于几啊 等于8 对吧 嗯 试一试呗 咱们都猜出来了 所以老师这里啊 我在商的位置上写上8 你看 8 二八十六 二八十六加一是不等于十七了 嗯 怎么办 它减它是不是减不够呀 是啊 你看 说明我们把它变成二十来算 这个商怎么样了 大了 看大了呀 嗯 所以孩子们 在我们的除法题目里面 如果你把除数变小 那这里的商你就怎么样了 是把它看大了呀 嗯 既然看大了 我们就应该把这个8怎么样 是不是缩小一些 是啊 缩小成几呢 七 对了 是七呗 孩子们来看一下 七 二七十四 二七又是多少 十四 十四加一等于多少 十五 十五 孩子们来看 怎么样 是不是刚好能准除呀 是啊 那说明这道题目的答案 就是多少盆 七盆 七盆 美中花是不是七盆 是啊 所以孩子们呀 这道题我们就解决了 所以你看 可以从这道题目里面 看出什么来呢 如果一个两位数的除法算师 怎么办 咱们看不出来它商机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除数 看成一个整实整实的数 对不对 嗯 先找一个和它最接近的上 去算一算 如果不合适怎么办 就再调一下它的大小 就可以了呀 嗯 好了孩子们 这就是我们的造 另一四这道题目 来 看一下最后答题 完了之后 老师又为大家准备了一道题 找了一题 孩子们 题目前的同学们 先按下赞品一键 把这道题目自己做一做 看看你做的结果 和老师的是不是一样 看你判断对了吗 好了孩子们 时间到了啊 咱们来看这题 判断 说272除以26 应该是上一于12 看对了吗 不对 其实咱们检验一下 是不是都可以 肯定不对 怎么能猜上一呢 猜一个26于12吗 对吧 那既然它算错了 它是在哪算错了呢 咱们得仔细看 这个数字 证明它列错 咱们来列一次 你看 272除以26 对吧 我们说 在出发算式的时候 首先你得看谁 先看除数 除数是几位数呀 两位 那它是两位数 我们倍数数应该也看 两位数 前两位 对不对 先用前两位去除 如果能除 是不是就除下来 如果能除 再多看一位吧 前面是26 但我这儿却是27 27里面有多少个26 一个 一个 这里面是不是都不用我去 把它变了 一眼就能看出来吧 那一个26 那我这个1应该写在什么地方呀 是不是应该写在7的上面 因为现在是用它俩去除的呀 所以用谁除就在谁的上面 怎么呀 写上 明白吗 明白 所以这应该是不是写1 表示一个26吧 所以现在还余了多少 1 1 余了1 但是没除完 对不对 应该像以前我们学的一位数除法一样 还是用那样方法去除 把这个2的怎么办 是不是再落下来 这2是不是就是12的呀 12除以26除得了吗 除不了 所以现在这个余数是不是已经比这个除数小了呀 嗯 那除不了 孩子们 这道题目我写到这样就结束了吗 没有 没有 12除以26除不了 说明这里面怎么办 是没有26 嗯 那没有26 我们这个地方应该用谁来站位 0 对了 应该用0站位 明白了吗 嗯 所以这道学正确答案应该是310余12 来 看一下 好了孩子们 这就是我们的早来题 从这道题目里面 来 看看 有什么需要同学们注意的地方呢 来 当除到某一位的时候 余数如果比除数小 那么应该在商的那一位上写什么站位啊 写0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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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刚才我们各位上田林一样 对不对 嗯 好了孩子们 这就是一个两个式的除法 那后面还有什么内容 等着大家呢 先休息会儿 待会儿继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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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